好接着呢来看第二封信 想了解我关于哪些是创业心法 创业心法在那个书里面已经介绍蛮多了 所以请你先把书看完吧 然后书有拿到书的人有来做活动的呢 都可以获得那个我的另一层更深入的心法 书里面没有写的 记得要用LINE跟我索取 你要做完活动 活动就是把你的合照贴到你的脸书上面去 你不想露脸的没关系 你把书拿起来遮住你的鼻子一下 然后拍张合照 po到脸书上面去 好那再看下一封信 想了解关于网络行销经验谈 这个在书里面也是已经有了 经营网络行销最常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你用什么方法克服这些困难呢 好这个困难很简单 这个问题最常碰到就是人怎么来 去哪边收集这么多潜在客户 然后这是流量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你曝光出去 让这么多人看到你的讯息之后 有没有转化率的问题 就是他看完之后 到底他要不要 第一层转化率就是 他要不要点你这个广告 第二层就是点进来 看了你的网页之后 他愿不愿意留资料 这两个转化率的问题 要什么方法克服呢 很简单啊 就是不断的测试 不断的尝试 今天你在脸书上面po po别人的社团 或是po你自己的涂鸦墙 自己的自己的那个 自己的版 或者是你今天去别人的粉丝团 可是你不要乱po自己的广告 po都要有艺术 不要去po广告 你po文的内容 一定是要帮助别人 对别人有好处 不断的给予 不断的给予 别人就会回馈 这个可能很多人很难理解 为什么 可是如果你到了一定的年纪 你一定会 你一定能够理解 你给别人什么好处 别人自动就回馈给你 这是本来就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不要去po广告 广告没有用 你要去po 别人如果有问题的话 去帮忙回复别人的问题 这个就会让你在网络上得到好人员 好人员非常重要 那他如果觉得你这个人呢 有价值有贡献 帮助到别人 帮助到他 他就会愿意回你的版 来看你到底是谁 这时候呢 你的版面必须要有你的专业呈现 就是你会的东西是什么 让人家清楚明了 你的专业项目到底在哪里 那人家如果 因为之前得到你的好处 你帮助了他 他回来看你的版面 知道你的专长 他自然就会比较想要找你 那你的机会就增加了 不断的重复做这件事情 不断重复做这件事情 这就是克服困难的方法 每天的作息与时间的安排 每个月的计划如何安排 每天的作息与时间安排 我这个人做事比较没有计划 老实讲 我是一个射手做O型的人 所有射手做O型的优点跟缺点呢 有某些部分发生在我身上 就是第一个我爱好自由 所以我以前工作最长的一份工作只做过三年 我就待不住了 就是我很讨厌被牵制在一个地方 或者是做某些事情 很讨厌有主管 很讨厌规定我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 所以那个是迫使我想要出来创业的主要原因 那我喜欢照着自己的步调 就是假设我今天承诺我的客户 我的学生说 好我们的课程内容有哪些 什么时候会做出来 好那我就会把它做出来 好那作息跟时间安排 就是早上尽量在7点或8点起床尽量 那我每个礼拜二呢 也都会去参加BNI的早餐聚会 那我就5点就会起床 那是我持续了应该说好几年的事情吧 那每个月的计划如何安排呢 就是我的计划都很ROUGH 就是很粗略就是今天这个月我希望赚多少钱 我就设定这个目标我希望赚多少钱 然后比如说我这个月我想要赚100万好了 那假设这个月的学费是课程有开一个人1万块 那我要赚100万 那我这个月就势必要收100个学生 那假设我课程是5万块的课程 我这个月要赚100万 我就是收20个学生 所以要去设定我这个月可以收多少学生 或者是可以收多少客户这样子 那所以我的计划其实比较粗糙 我很少会把我的行事力排的满满满 有些人行事力是排尽量去见谁 尽量去见谁 尽量去见谁 几点几分要做什么 几点几分要做什么 对我来说我这种射手座的个性 爱好自由的个性 我是很讨厌去做这些事情 老实讲 所以我做的计划都是比较粗糙的 就是一方面我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 尤其是我们做网络行销 网络的这个领域 这个产业的东西 有时候我明明规定 我今天想要做什么事情 可是突然我又看到一个新资讯 不得不现在马上就去做 马上就去学 那我就中间会有很多事情插进来 好第二点 除了奶爸网站 也希望奶爸能多推荐其他 用Weblich架式的优质网站 让我们可以当做模范 好 推荐其他Weblich架式的优质网站 这个老实讲 没什么好推荐的 因为Weblich本身 他里面就有上百个模板 上百个模板 然后呢 每个模板进去之后 还有布局 让你去设定你要怎么排版 现在的Weblich已经做到这么的懒人 懒人化了 所以我叫做懒人包 他已经做了这么懒人化 那你只要照着他的专业排版 去把图片跟文字换掉就好了 就已经很漂亮了 然后 对就这样 那优质的 优质的你就看我的网站吧 其实 其实我的网站 我是觉得这样啦 因为我们着重在行销 所以你的网站只要 够专业就OK了 你不要说很炫啊 很多漂亮啊 那个都不是我们的网站的重点 那你要让很炫很漂亮很简单 就是让图片很漂亮 那就够了 图片很漂亮很漂亮就够了 另外我还有一个blog啊 像这个blog我的排版也是很简单啊 像右边就是大图块大图块 那左边就是一篇一篇文章嘛 可能是影片 可能是图片 一篇一篇的影片或图片这样 那我最近这一年 比较多都是录影片 比较多就录影片嘛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的排版其实很简单 越简单越好 老实讲 假设像伯克莱啊 你你要排了这么的 毕竟这么的 这应该怎么讲 这叫专业吗 还是叫丰富 看人怎么讲 那是看你的产品属性 好不好 你的产品属性 他卖书当然是这么丰富啊 因为每本书的主题都不一样啊 然后每一本书的封面都长得不一样 当然是很丰富啊 然后他也不只卖书 他还卖很多 有的没有的什么都有 有连家电3C什么都有嘛 那你的网站有需要这么丰富吗 不一定 看你本身自己 到底在买什么产品 好了 好那网络行销八点档 我们明天见 拜拜